其實這個在日本跟台灣才有 好像其他國家都比較少 夜方最基本就是8個小時350 現在有20分鐘的熱水 毛巾可以掛這裡 好啦 我要準備洗澡了 它的熱水呢 就水量沒有很大 就是一般家裡啊 這種老舊公寓水的量 那個環境 你就只想要趕快把它洗一洗 我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台北的旅館價錢非常非常高 我真的覺得不硬擺 就是隨便租個地方 一個晚上就3000塊台幣 然後今天呢 我想要試一下網咖住一晚 我是騎著這個U-bike 原來現在U-bike又換了 之前呢 它是沒有這個的 它是放在那個柱子上面 現在已經移到這裡來 然後現在鎖腳踏車啊 是插自己鎖進去的 然後接下來住的這個呢 是一客棧 它在6樓 有網路遊戲 線上遊戲雜誌 暢銷書電影 西紅衣機 我是沒有住過啦 或者我也是第一次啊 然後想看一下 據說價錢很便宜啊 好像幾百塊就可以住一個晚上 好像啊 我不知道啊 然後它們有幾個房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到下一步 它下面呢就有什麼大廠米線啊 什麼這些 然後前面就是台北車站 所以等一下這裡還有滷味啊 火車便當可以可以買 哦這裡啊 六樓 一客棧在這裡 哦謝謝 然後六樓呢是一客棧 我要過夜住宿是有這個 哦我們這裡是網站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包廂 包夜 一店站 有一間是雙人和室改成單人和室 啊 對位置比較大 是在這裡嗎還是 就是在一店 啊剛剛那個是二店 他講第一個店呢是有一個四樓 打通了 會比較舒服 然後我不知道就去看看 那剛剛很尷尬的是他跟我講說 他這裡不是旅館 然後我還問他過什麼包夜過夜 很尷尬 其實這個在日本跟台灣才有 好像其他國家都比較少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會去漫畫網 因為我朋友在漫畫網打工 然後去陪他大夜班這樣子 然後我就傳媒看漫畫的 不好意思我們進場都要先出示證件 好 那請問您要待多久呢 明天早上九點到九點半之間 九點到九點半之間 那我們夜包最基本就是八個小時 三百五 每家一個小時加二十五 那你包完之後 要再加一個小時是七十 好 沒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要決定要加多少錢 對 您現在就是 要先決定 您要包 你是說要到 我加 還是你要買到十點 十三個小時好了 十三個小時到十點 十三個小時到十點 對 那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可以好 費用是 470 現在兩台電腦就 400塊乘二 可以 這樣我就懂了 那我可以先上去看 可以可以 台灣人真的很好 解釋到很清楚 就是要包幾個小時台 然後大概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告訴我說 我現在可以先去四樓看 我要拿一個 70塊馬幣 15塊美金 105塊人民幣 20塊新幣 然後我剛就買了一個什麼棉洗泡 超妝 這是55塊 就這個 帽巾 等下去洗澡 哇有夠小件 這可以洗完直接丟的 太便宜了 剛剛我好像忘記 好像是不是可以買東西進來吃 等下我再去問一下 好像是下面是鹹酥雞 我們再去看一下 好換衣服了 那個我們剛看到 可以點一些什麼泡麵那些東西 我們還是來吃一下滷味 台灣的滷味是最好吃的 對不對 哎呦 對不好意思 目前沒有逃避 在這個網咖旁邊 就有這個 我很想買臭豆腐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在外面吃完 臭豆腐一份 50塊哦 最後的50塊 50塊哦 對 弟弟要拿一盤 弟弟啊 不是弟弟 我41歲了 謝謝你 你叫弟弟啊 全盤拿完了 弟弟啊 叫弟弟啊 這個是一個都50 對一個都50 我怕我吃不完 沒關係 不要浪費 對要吃的完再嘛 嗯 兩盤啊 兩盤啊 好 叫我弟弟就是兩盤 沒有問題 誰說女人有虛榮心 男人也是有的 人都有 加100塊 好 你們開到幾點啊 10點半 10點半 你可以拿到啦 我剛算一算 這個195塊 臭豆腐70塊 總共是265 再加100塊即吃吧 375 我的食物就吃了375塊 房間是475 吃得滿貴的 台北吃得好像越來越貴了 臭豆腐真的不能打包啊 軟掉啊 現場吃的時候 卡卡卡的感覺還是貴的 哇 做得多 可以啊 吃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辣椒有點怪 它辣椒不是那種辣椒啊 它是那種滋滋的辣椒 就台灣很多這種辣椒啊 不過還ok 以前我吃乳胃啊 才吃這麼70塊 60塊 我現在隨便點一點啊 200塊 1900 夠力我現在東西有點貴 ok 現在準備洗澡啊 這裡放進去之後就有熱水控制 ok 現在就有一個時間 加油20分鐘的熱水 這個毛巾可以掛這裡 哇 這個毛巾真的夠小 好啦 我要準備洗澡了 洗完澡再跟大家分享 整個洗澡的感覺 洗完澡啦 它的熱水呢 那就 我覺得跟我以前在台灣的 整體的感覺差不多啦 然後水的速度沒有很大 就是水量沒有很大 就這樣啦 就是一般家裡啊 這種老舊公寓的水的量 那個環境 就你就只想要趕快把它洗一洗 就不會去享受洗澡 好就是 簡簡單單的趕快洗完澡 然後趕快走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現在時間是 2點 我等一下9點就要起來了 快睡一睡 來台北還是要工作 阿門睡醒來做總結 Let's go 到隔天早上了 現在是早上9點半 要準備走了 第一個總結就是 晚上沒有棉被超級冷了 然後對 還好這個是可以自己控制 溫度的冷氣空調 所以我大概在今天早上大概 5 6點的時候就把冷氣關掉 第二個呢就是燈光 大家剛剛看到這個走廊有燈 整個走廊都是有這個燈的 的燈 就在你的房間的正對面 我覺得我最比較幸運的是 聲音的部分 就是 晚上沒有打呼啊沒有這種聲音 我最最比較幸運 如果你對面還是隔壁是有打呼的 哇夠力了 一定睡不著了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廁所 沒有辦法 它在450塊一個晚上 就是它廁所 叫下樓 如果在我們家 或是在一般的旅館的話 洗澡跟馬桶是在一起的 在一個廁所的空間裡面 這裡就是我洗澡在這裡 然後 打邊要下樓 我們下一個影片講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哦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哦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